云游戏是指基于云计算技术 游戏在远程服务器上运行 终端客户不需要下载、安装 也不需要考虑终端配置 只要有网络就能玩运算量非常大的游戏 终端包括PC、机领盒、移动设备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大陆地区一般家庭网络宽带数率至少都是100兆起步了 甚至500兆、1000兆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介于国内现在良好的网络环境 不乏很多厂商开始尝试云游戏这个业务 因为云游戏不需要电脑的配置多好 一般只要能打开网页就能玩 所以很多低配置的电脑 哪怕是办公本也能唱完3A大作 包括腾讯也推出了自己的云游戏平台 不过嘛老马的东西是要收费的 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云游戏平台 它竟然是免费的 而且它也是国内著名的直播平台虎牙旗下的 虎牙背后的大股东也是腾讯 相当于也是老马做了一件好事吧 下面废话不多说展示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个订阅支持我哦 这是这个网站的这个界面 可以看到上面显示了今日的热门游戏 像人类一败土地NBA2K21 这些都是有的 像刺客信条这些 这是排行版 像英雄联盟 看门狗这些比较比较火的游戏都是有的 下面可以看到有角色扮演类的 还有设计类的游戏 模拟类的游戏 国产游戏 恐怖游戏 像这个奥德赛 极品飞车 赛博朋克 这些最近比较火的游戏 都是可以玩的 其中要注意一点是 这个左上角可以显示 这个是steam购买 意思就是说 你需要是 steam 上购买过这个游戏 才可以进行玩耍 需要登陆steam账号 你看进来之后 它会要求你登陆steam账号 并且是在steam上购买过这个游戏的 才可以 玩这个游戏 像这种是steam免费的游戏 左上角 这里显示 steam免费 我给大家也演示一下 免费的话 也是需要你登陆steam账号 登陆steam账号 然后就可以直接玩 因为这是免费游戏 只要登陆账号就可以玩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我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需要登陆账号的免费游戏 我们看一下游戏库 游戏库的话 可以看到这边 右边有很多主题 有生存类的 战略类的 恐怖类的 动作类的 等等 发行商主要是steam和腾讯这两个平台 这里下载 同时它是有 PC客户端的 也就是电脑版客户端 也有 安卓客户端和苹果客户端 可以 供大家下载 稍后我也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安卓客户端 玩游戏的这个效果 好 下面我找一款游戏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进游戏库 看一下免费的 免费的游戏还是挺多的 看一下 有外国这些很火的 开门狗啊 这些都是可以玩的 扶植者联盟 这品飞车 这些都是免费的 古墓利影 地铁也不玩 凡是有48号字的 我都不玩 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无路之旅这个游戏 我也没玩过这个游戏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玩 可以看到载入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里为了方便我录音 所以我把声音给关闭掉 画质的话我调成1080p 1080p的话 应该我100兆宽带的话 应该是比较够用的 好 现在来试玩一下 注意右上角的这里 其实可以把它设置为全屏 这个圈圈 直接点全屏 这一部分前奏 我给大家加一下数 OK可以控制了 这是用WASD这几个键来控制方向的 然后鼠标可以控制视野 这鼠标右键是跳跃 但这怎么玩我还不知道 空格键也是可以跳跃的 空格键也是可以跳跃的 哇 这画风做的挺好的 哦 它是 我明白了 它是用手鼠标左键 shift可以充斥 嗯 这颜色只有65 玩起来很流畅 没问题 这里因为只给大家做演示 我就不给大家过多演示了 这里我先退出一下 这里可以选择手动存档 下次进来之后 你用你的这个账号可以继续玩 这是这个平台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竟然是可以存档的 这里可以直接选择退出 或者直接这里选择离开退出游戏 直接可以回到这个界面 这是在网页版的情况下玩的 网页版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非常流畅的玩 这一次我用电脑版给大家玩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它是有桌面客户端的 我只有直接用这个客户端再给大家玩一下 客户端进来的话可以看到也有很多游戏 我用客户端子给大家玩一下 看一下客户端的效果 网页版的话有时候会遇到一个小的bug 就是就像刚刚我玩游戏的时候 它提示你键盘上的左上角ESC键 可以按ESC键就可以退出全屏 但是实际上按了ESC键并没有什么用 所以有时候你就得按旁边这个 离开这个按钮来退出这个游戏 除了这一点比较影响用户体验之外 其他也没有什么大的bug 希望火压这个公司能够尽快修复这个bug吧 毕竟是免费的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这个PC端 用客户端来玩一下 玩一下极品飞车吧 之前我也也玩过 用PC客户端的话 这个效果还要更好一些 延迟还要低一些 你看只有10 10多2030多的延迟 这个载入速度的话 载入速度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的 载入游戏速度的话 我这个家里面是100兆的宽带 可能 现在还没完全载入 之前我测试的时候 大概需要 一分半钟左右 有时候要快一点 还是要取决于当下的一个网络环境 这里如果载入时间比较长的话 到时候我会把 这一段 给 我现在把音量给 调整为静音 因为好方便 我这边麦克风录制 我刚刚还在说 如果这个游戏的载入时间比较久的话 我会把这个片段给加速 结果 话还没说完 就载入进来了 这里载入还是挺快的 我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家里面的话 是用的100热的光纤宽带 然后插的是网线 没有用 也没有连WiFi 之前因为我玩过 所以说这个存档是一直记录着的 可以看到已经进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延迟还是挺低的 只有20多 我再把画质调高一点 看一下 这已经是超轻了 这画面1080p的画面 还是对于一般的显示器来说 还是已经够清楚了 但是因为我这个电脑显示器是2K的 所以看起来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超轻的效果 但是已经是很不错了 如果家里面用的带宽的网速比较好的话 其实可以尝试更高的画质 这里由于只是做演示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调更高画质了 好 这里我退出了 我还要注意这里是有些时段玩的人比较多的话 我们是需要排队来进入这个游戏的 但是的话 这两天我测试都没有遇到排队进入的情况 有时候晚上的高峰期可能会遇到 由于现在知道这个平台的人还不是很多 使用的人还不多 所以说几乎没怎么遇到这个排队进入的情况 这里我直接退出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英雄联盟试一下 给大家用网页版试一下英雄联盟 这里可以看到是可以QQ和微信登录的 登录进去以后就可以直接完了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英雄联盟也是可以玩的 有了这个平台以后就再也不要说你家里面的配置不好 不能玩大型游戏了 趁着现在知道这个平台的人还不多 大家赶快好好的玩耍一段时间吧 稍后我把这个手机版的这个演示页面也给大家看一下 手机版也是能玩的 这里可以搜索自己想玩的一个游戏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手机端 手机端的话分为是端游和手游 手游的话有我们常见的一些游戏 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端游 演示一下我之前玩过的这个负责者联盟 这里延迟还是挺高的70多 因为这是手机连着WiFi的原因 肯定不能和电脑插网线的来进行对比 不过玩的话还是没问题的 可以看到右边有各种参数可以调整 像操作这些可以切换成手柄模式 或者是屏幕操作 这里延迟也可以显示关闭或者不关闭 画质可以自己调整 这里存档的话可以自己选择加载使用哪一个存档 这里直接点击play 这是片头动画 由于之前我玩过这个游戏 这片头动画加载完了之后 就是我上一次玩的那个存档的位置 它应该是 它这个游戏的操作界面应该是针对每一个游戏 都匹配了一个操作界面 因为这个游戏的话需要用到这个1键和这个V键 还有shift键 有些游戏的话是不需要用这几个键位的 延迟的话一直都是我凝在70多 70多现在80多 这是上次我玩到的这个位置 我们到这里来玩一下这个力量机 吹一下看一下能吹出多少力量 先疯狂按1键 然后再按F键 然后再翘一下 然后会获得一个漫画 这是在做任务 由于你演示的话 我就不过多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可以自己用手机玩一下 我这里退出 总的来说这个网站算是目前最良心的一个云游戏平台了 毕竟现在云游戏还不太成熟 了解云游戏的玩家也还不多 之后会不会收费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目前大家且用且珍惜 我是嘴哥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一定要点赞订阅评论 并打开小铃铛支持我哦 你的这些动作目前对我来说十分的重要 嘴哥在这里贵些大家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